OK然後連結這一行有沒有問題 檔案已在使用中 為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寫入之前請各位記得把asset關掉 否則他會把他luck住 那要不要查詢要不要儲存 看各位啦我希望這個地方看你要不要儲存 把他儲存起來好了OK 這個把這個關閉好了 OK好把他關起來 算了把他關起來 不儲存好了OK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請你把問題一這個資料庫關掉 再執行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 Insert into OK 那如果你要知道說到底你對不對有沒有你可以按一下 檢視裡面我習慣是監看視窗 監看 更正一下應該是 檢視裡面的那個 叫做即時運算視窗 就是Ctrl G Ctrl加 G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知道我到底輸入對不對 你可以按一個問號 問號就輸出 Sql Sql這個變數裡面的值 Enter一下 看一下裡面的值對不對 Insert into 問題一 欄位 欄位 6個沒問題 Values 中間看有沒有空白 有那沒問題 1245 沒錯 查 單價 數量 總計 地區 好完全沒問題對不對 沒問題之後的話呢 那你就直接讓他怎麼樣 直接 執行 OK 如果這一行可以過的話 那等一下請各位 去開啟 SS 裡面呢 就會多一筆資料了 因為他已經把怎麼呢 剛剛的這個 Sql 語法 傳過去給SS 他幫我執行新增一筆 OK 然後呢會跳出一個Match Box 新增資料成功 OK然後關閉連線 Nothing 結束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新增一筆資料 的動作 OK 那我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好了因為這一題稍微比較困難一些些 剛剛的部分 請各位改 參考一下 這個地方 好然後 相關的部分的話 有一些印射印度這部分各位可以參考剛剛的那個語法 好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選擇 看 好 我會選擇 你 谢谢观看